大家好 欢迎来到Duck流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构思论文的底层思路 底层思路理顺了 才能知道如何写出好的论文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 我们的论文是写给谁看的 谁是我们的目标读者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的目标读者是和我们一样的科研人员 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是更广泛的大众 所以论文的本质 可以说是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和协作 写论文是要和科学家的理性对话 是为了工作 所以为了提高效率 一要重逻辑 二要尽量简洁 这和文学写作不同 文学写作是和人的感性对话 是为了休闲 重其思妙想 可以有很多的重复和荣誉 而学术论文的读者一般都很忙 所以我们写论文时 一定要简洁明快 不能啰嗦 要学会为读者省时间 才能提高论文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论文的价值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帮助读者解决一个难题 或者说是为同为科研工作者的读者在解决自己的工作难题时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这个难题的重要性 一般应该是在一定的科研领域中被公认的 好的论文总是能够和一个值得解决的 公认重要的难题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写论文首先要明确的是 我们要解决的难题是什么 如果明确了这个难题的本质 往往用一两句话就应该能够说清楚 如果说不清楚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假的难题 要写出好的论文 我们要解决的难题一定要是足够的清晰 足够的重要 足够的大 但是限于条件 一般来说我们不是要解决这个难题的全部 而是要对解决它有所贡献就可以 我们要解决的难题之所以难 往往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 往往都包含着很多变量 而各个变量之间呢 可能有着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明确了我们要解决的难题之后呢 随后要做的就是要理清这些关系 抓住其中的关键 尤其是那些我们能够做出贡献的关键点 这往往需要我们去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 在了解前人对这些变量 对这些关系的看法的基础上 确立我们自己的关键 在我们通过文献综述 理清关系抓住关键之后呢 我们最终要做的可能只是切割出其中的一个变量 或者一段关系来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具体的研究目标 我这里主要是从理工科的角度来说 因为理工科的研究往往重精确度 所以往往需要以切割的方式来分离变量 从而降低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 相比来说文科的研究面对的关系 一般会更加的复杂而难以割裂 所以文科的研究也可能主要依靠提高丰富度 来降低它的不确定性 我们回到切割的话题 我们对要解决的难题进行切割 去规划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时 一般要经历两个思考步骤 第一步是研究对象的缩小 第二步是研究问题的放大 我们首先要在难题的复杂关系中 选择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 然后通过切割把它逐渐的缩小 缩小是为了逼出足够小的研究问题 使它小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这时再把这个小的研究对象的小的研究问题 通过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往回放大 和我们要解决的大难题联系起来 简单的说就是心理一个 先大题小做再小题大做的思考过程 大题小做就是在大的难题中切割出小的研究对象 而小题大做就是对小的研究对象的小的研究问题 和大的难题之间的联系进行重新的确认 我们经历了先大题小做再小题大做的思考步骤 我们选择的研究目标才能够既有可行性又有重要性 我们往回要经过反复的推敲才能够找到一个既小又大的好的研究目标 从整体上说 从一个公认的难题引出一个具体的研究目标 还是一个不断切割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论文中一般应该体现在引言的部分 而在论文的讨论和结论的部分则正好相反 是一个不断的捆绑的过程 我们从一个具体的研究目标得出具体的研究结果 在讨论和结论的部分 我们需要把这个研究结果和现有的各方面的知识不断的捆绑起来 从而明确这个研究结果对解决现有的难题的意义 可以说引言的任务主要是要在一个大难题中切割出一个小目标 同时要论述这个小目标对解决这个大难题的计划中的贡献 而讨论和结论的任务主要是把一个小结果捆绑上一个大难题 从而论证这个小结果对于解决这个大难题的实际的贡献 引言中的切割和讨论中的捆绑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的过程 他们的逻辑是相通的 一篇前后连贯的论文 它的讨论和结论的部分和引言的部分应该是相互呼应的 同时为了增强文章的连贯性 我们应该有一些表达中心概念的术语 能够贯穿论文的全文 我们在起草论文之前 往往就需要确认哪些主要的概念是我们想要贯穿全文的 我们不仅要注意在论文中这些概念要前后一致 也要注意我们所用的术语或概念要尽可能和读者熟悉的 现有文献中的术语或概念保持一致 可以说好多论文应该是用读者熟悉的语言去写读者关心的难题 后面的讲座我们会具体讨论如何写出通顺连贯的文章 如何让文章简洁有利等具体的写作技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讲再见 谢谢大家